今年前四个月 我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但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省人事部门继续实施 一系列阶段性组合式 稳就业保民生政策 建立面向各类市场主体和劳动者的 集成化政策包 聚焦就业重点群体分类实测 继续强化措施 促进重点群体充分就业 我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种 结合辽宁创新驱动发展布局 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我省创造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 发挥专长的就业岗位 5月28号 以就在民企直向未来为主题的 2022年辽宁省民营企业招聘月 朝阳专场招聘活动启动 主要关心企业的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薪资待遇方面 来了看了几家 感觉都很不错 招聘会现场设置了招聘区 直播待岗区和政策宣传区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 让求职者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用工信息 以及就业的相关政策 此次招聘会共有111家企业进场招聘 涵盖了教育 机械制造 生产加工 金融服务 餐饮家政等领域 提供招聘岗类3241个 达成就业意向211人 我们公司此次不光是提供了一些高管岗以外 还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下岗实业人员 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 也为残琴朋友们提供了丰富的岗位 持续开展线上直播待岗 线下 现场招聘等不断线的 公共就业服务 储就业 推进早市 夜市 直播待假等 灵活就业和新业态发展 扩就业 农民工是我省当前稳就业保民生的重点群体 通过开展内外区域间劳务协作 发展劳务组织和经纪人 我省有序组织输出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近日 52名葫芦岛籍到山东烟台 外出务工人员坐上专车 实现了出家门 上车门 进场门的点对点 一站式劳务输送模式 通过百城就业联盟平台 收集大量联盟城市 帮助我是农民工 城镇失业人员实现转移就业 截至目前 累计向北京 天津 维坊等 20余城市输送点对点返港复工 劳务输出专车33测次 914人次 就业是民生之本 培训是就业之机 我省积极引导各类培训资源 根据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设立培训项目 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进一步保障企业用工需求 面向毕业离校三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及下年毕业的在校生 免费定向开展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 本台报道